流亡美國的前六四學運領袖州封鎖3月27日 在推特分享中國大陸多名異議人士 與前一日在北京聚餐的照片 參與者包括已故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爆童 維權人士胡佳 仍在街外執行刑期的自身記者高瑜 去年抵獲當局判緩刑的維權律師普志強 以及維權律師尚寶君等人 胡佳接受本臺採訪時稱 一開始並不認為自己會成功到達現場 對這些敏感人士能齊聚一堂也感到驚訝 相信是個人用智慧與國保和警方周旋 最後衝破了封鎖線 他不認為當局欲情故縱 因為聚餐時有許多國保和警察在外監視 其中負責監視高瑜的國保多次叫他們離開 我的所有那種通訊器材都被監控 在聚會之前我並不知道可以見到他們 但是這一次有所不同的是 高瑜和普志強都是經歷了一年多的牢獄之災 說他們的精神狀態都還蠻好的 然後那天的聚會我不能夠想像 我能夠到現場 就是能夠成功和他們見面 這一年多以來或者兩年以來的話 一直關心和想要去見到的人 胡佳還稱聚會上出現很多思想火花的碰撞 高瑜 普志強 鮑銅對當今社會現實的洞見和表達的幽默 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其實我們對於近平執政以後 我們所遇到的很多社會變化的問題 然後言論的收緊 你說探討他們尤其是作為親歷者吧 那麼下一步比如說709的那些律師如何 一波一波的打壓到底是原由何在 應該怎麼去給那些人爭取一些空間 那麼暴老呢 他就是說這個十三五發展方向 其實就是不准共產黨怎麼看 不僅共產黨的意志為轉移就是健全公民社會 公民的力量越來越發出獨立的聲音 這個越來越能夠有制衡監督這個權力者的力量 也很關心就是說他們幾位的身體健康啊 苦兄的糖尿病的問題還是調理的 高於大姐呢精神狀態上 風度以及他那個言語的那種尖銳程度和判斷的這種眼光啊 我覺得比以前人還要更厲害了 就是說那天在門口有高於大姐的車 暴老的那個那個車嘛 其實就是監視他們的那些人 然後我從那個門出來以後的話 也被那些人跟踪了 跟踪到地鐵站 因為共產黨講三個自信 但是他所有的行為上都顯示出他的不自信 叫獨坐近瞻 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新林採訪報導